大保理地区今天落下驾人的大户 几天落下来,真爱乡累積价近400公里的户水流 保理地区每个300公里,做成未就所在 都发生道路边坡崩溃,头脚流,还有饮水的增口 因为整个大保理地区的户水吃驾人 真爱乡,保理地区和吉利区一头早都开设公秩应变中心 调到吉利区和尽力,来家庭公秩,还有少少的工作 青春早大,同样恐怖度好,做成保理人爱上帝山区灾情不断传承 保理地区在通澳大北顶,台二十一山在35.5公里处 大水阴湾料路边,加上大大四市上东区的酒店,一多数在交通中等 大约早上八点半左右,就是雨势很大 那时候就是五十六,差不多淹没了半个车道 然后我们就摆警示,我们的巡逻车摆在后方 然后摆交通锥,做那些警示的动作 然后立即通知,保理公务段前往现场主理 一身立中台三市附近的道路,整大路已经分不出道路 也是客流,车走在路上,像在塞准一样 来这些油漆,走在顶头警察是先驚驚 没有过 没有过,感觉很害怕吗? 是蛮厉害的 大水在道路上四街楼,第四街的自贴也有灾压 保理人灾情最多一种在北角西港,共享和合成整个历 入处将保护水量,当地基民表示 过去只有在红台时才有 早上好像就开始很大,好像有点搬到顺带的 我差不多都不做红台,怎么会这样 今天这个,台队我刚刚起来的时候 大队都没钱 包括我们的西港礼,福音礼 空性礼,一新礼,和合成礼 这历史礼比较严重 包括我们台14岁为阿兰桥 要去交流到的中间,因为 刚刚的这个豪宜,和这个东潘公路 进来的这个丹项,也无法导致 谁应该到路面了 保理人自载器三四点开始路大河 到中途里集合水量 已经将近300公里 公所经济开设三个防災应变中心 将厚灾情状况 通报上级政府也要派基督台名清修 公所在载器10点成立三级应变中心 用开口企业厂商,先把他们抢通 让我们的线道可以通 包括在大南,第三核专业的水 有比较大,通报第三核专业 可以来做一个警署应变的措施 人爱向春庸通往路山的第14岁 发生严重的落召状况 让当时才买经过车量是怕到四番头不够再过 公路究竟会保四点以后进行风路 因为人爱向春庸已经接近400公里 人爱向春庸也开设二级载海应变中心 少在较严重的到八九山立行道路 转山禁止通行,其他修顺的道路 将依照天气状况进行充修 我们也欢迎支持彩虹报道 输入彩虹 程庸